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明 就在今天4月12號 愛麗絲的慶典進行曲上架啦 那跟大家科普一下 愛麗絲這隻英雄 對應到王者榮耀的角色是孫病 孫病讓王者也有一個慶典進行曲的造型 所以這次愛麗絲的造型 也有一點那麼雙生的味道 不過這次官方就沒有直接把孫病的造型搬過來 而是直接讓愛麗絲做一個慶典進行曲 不過其實台服原本就有慶典進行曲 進行曲的其他造型了 像是卡芬尼 還有清燕 所以好像也不能把這個慶典進行曲 歸類為王者榮耀那邊的 不過我還是比較希望以後可以把主題 套在傳說的英雄身上 而不是直接照搬造型 好啦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次愛麗絲的抽獎辦法 這次是選擇一個輪盤抽獎 看一下規則我們是第五點的超級輪盤抽獎點券 是從59到599 那總共全部抽滿的金額是3468點券 我之前也常常說這種輪盤抽獎 抽到保底的機率是非常高的 這次我們細看一下這個輪盤裡面 它有慶典進行曲的加速 還有回程 再加上愛麗絲的頭像 還有表情 那這次輪盤的二獎 可以看到左邊是 奎倫的一個 抽獎造型 不過當初這個奎倫的造型也是被大家噴得很慘啦 雖然說它是抽獎造型啊 但其實 差不多 品質就算是直夠而已 我在抽之前啊 其實早就做好保底的準備 那等等各位就是 進去跟我看一下你們覺得這個造型的特效 還有回程啊 之類的表現如何 你們再來留言 覺得賣3468點 合不合理 我發現其實官方最近還蠻喜歡做一些輪盤 然後把一些別人不要的造型也塞進那個輪盤裡面 讓整體呢 好像花了3000多點 但是拿到的東西比較多 雖然可能官方給的東西根本就不是你想要的 但就是會讓這個價格整體 看起來不會那麼的難看吧 好啦那我們依舊是抽到了保底喔 這個進場動畫是做的還蠻可愛的啦 感覺女生的玩家應該會蠻喜歡的 那就各位男生你們的錢包準備好了嗎 我們一起進入今天的造型公道博 OK因為這個造型有附贈這個基地加速特效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信典進行曲的專屬加速特效 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一個粉色在奔跑的時候會有音符跑出來 算蠻有特色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他的 回程 這個回程我自己蠻喜歡的喔 是一個小動物樂隊繞著圈圈最後回到溫泉 我老實說這個回程是真的還蠻有水準的喔 可愛真的是可愛到爆棚了 我覺得整個慶典系列吧 就是包含清燕還有卡芬妮 這一次的這個愛麗絲造型真的有把 就是女生會喜歡的那種元素全部加進來 就是粉紅色 然後小動物 感覺就是 完完全全要來削這些 少女的錢包啊 就這個基地加速還有這個回程來看 我是滿滿意的 再來我們就針對外型來看一下啦 我覺得外型最有特色的點應該是愛麗絲頭上 有一隻這個是小貓咪嗎 這個不好意思啦 因為他這個造型嘛 就是有兔兔又有貓咪的 反正對我來說就是小動物啦 這會讓我想到一個價值也是3000多點券的造型 就是伊格的貓與密文 雖然我不是可愛的萌妹子 但是我自己對於這個小貓咪呢也是毫無抵抗力 因為你們也知道我養貓嘛 我就是個貓奴貓控 所以整個造型上面如果有貓貓的話 對我來說滿加分的 說到貓貓就想到我家小秤嘛 原本當初是很想要幫他拍 各種的影片 但是呢養了他之後才發現 我能拍什麼影片啊 就是你們不知道會不會常看那種寵物的頻道 結果我發現那些寵物的頻道都是養了好幾隻貓 然後可以拍貓貓們的互動 但我家只有一隻貓 後來都是幫小秤拍了很多限時動態 但是YT的影片一直不知道到底要如何去下手 一直以來其實我都 不是只想要拍傳說對決的影片 是生活啊 騎車啊 甚至是吃東西啊 還是什麼reaction的影片 我都有那個 心想要嘗試 但是常常就 拍了一些生活的內容嘛 要不是流量很好 要不然就是流量非常的差 都一直會讓我自己去懷疑說 我到底適不適合 拍生活類型的東西 也不知道各位粉絲怎麼想的啊 因為我知道有蠻大一部分的粉絲也是 只喜歡看我打遊戲 但是又有一部分的粉絲很喜歡看我的生活 所以呢一直以來這個問題 對我來說其實也蠻兩難的 尤其我自己 覺得我現在也會被流量綁架 應該這是很多創作者的通病 多多少少都還是會在意那個觀看次數之類的 畢竟 我們就是靠這個在賺錢嘛 好啦 那講回遊戲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艾莉絲的特效 那我們就先看一下他的二技能 二技能我覺得還算做得不錯 擴散爆炸的特效 然後再搭配上兔兔的盾 整體還是一個可愛風格為主 好看是好看但是沒有到讓人驚艷的地步 剛好來看一下他的大絕招 大絕招應該算是我最喜歡的部分 戰場比較亂但是大家仔細看可以看到 中間是有一隻小貓咪 一個樂隊的小貓咪會在大絕的中間 你要說這個造型的特效 很好看很漂亮嗎 好像也不是 但他就是非常簡單暴力的 把一些小動物 就是 女生喜歡的東西 強制的 加在這個特效裡面 那他的一二技能的話 比較像是 一個動物的形狀 大招就是直接讓一隻貓咪在中間 吹 喇叭 我不知道你們對於這種造型的看法怎麼樣 我自己是覺得 還行 但是 3000多點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最終決定要買造型 還是會回歸到 價錢本身嘛 我自己覺得 如果這個造型賣1200 我會非常推薦各位 可以入手 就代表我覺得這個造型的價值是高於1200的嘛 但是 這造型賣到3000多的話 我覺得就是要看一下各位玩家自己對於這造型的想法 如果你要我來推薦的話 我會覺得 如果 女朋友真的喜歡在買 如果你是女生想要這個造型的話 就叫你男朋友幫你買 如果 你們一看到這造型的時候 沒有那種心動的感覺 那這次的抽獎 其實可以跳過 畢竟愛麗絲 還有蠻多好看的造型 對吧 就這次的造型不到一個非抽不可的地步啦 因為在價格上面還是比較小貴嘛 雖然說 官方有多送你一些其他的造型 但是啊 我想 你如果是一個 會玩愛麗絲的玩家 你壓根不會去玩奎倫吧 這兩隻英雄的 調性差的非常多 一個是打野 一個是玩輔助 通常會抽這造型的 大概率都是女生嘛 據我這個 玩傳說多年經驗的了解下 女生大部分都是玩 中路輔助跟射手 三個位置 所以其實我覺得官方也很聰明啦 他就是故意送你一個奎倫造型 知道你不會玩嘛 但是 多送你一個造型 會讓你覺得 這個 抽獎好像 比較佛心一點 畢竟 當初的奎倫 我記得應該也是要抽個3000點左右吧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造型公道婆啦 我們就 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聽說利電的造型快上市了 期待我的第一時間開箱吧